每逢我们遇到这个绝对值的方程 一般的做法就是分案 如何分法呢?很简单 我们首先会画一条数族 然后我们就可以分别讨论 首先看看这个 如果x加5是等于0的人 那x会等于什么呢? x就会等于-5 这样他就在数族上画了一点 那如果在x-1等于0的人 x就等于正1 同样地在数族上有另外一点 那在这两点呢 就帮助这条数族分开成为三个region 分别就叫region1 这个叫region2 这个就是region3 那这三个region呢 它是各自对应不同的x 那我分别都写一写 那在region1里面呢 这个x呢 是小个-5的 那在region2里面呢 x就介乎在-5 和正1中间 那最后在region3这个region呢 就x 大个等于1 就是这样 那我们有了三个region 的 对应不同的x数值呢 那我们可以代入去这条式来看看 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region 第一个region呢 那无论是第一个绝对值 和第二个绝对值呢 那其实它们都是负数来的 那所以我们e-region3出了这个绝对值符号呢 那时候我们两条式都要两边啊 两个绝对值 都要在前面加一个符号 去变成正数的 那既然是这样呢 这条式呢 我们就会变成 负x加5 减这个x 减1 那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8的 那我们先看完 一次看完region 那第二个region呢 我们就会有 由于这个x加5 终于变成正数了 那你看看 x加5其实对应这一点的嘛 那在第二个region里面的任何一点呢 都是在这个-5的右手边的 那所以 我们 这一个呢 终于变成正数 我们不需要加一个符号了 x加5 那但是在这个region 它仍然都是在正1的左手边 那所以这个都还是负数的 所以前面都还是要加一个符号 x-1 这个东西等于8了 那第三个region 当然就是全部都是正数 那由于第三个region 在这两点的右手边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了x加5 加这个x-1 这个等于8 那然后经过少少的代数计算 这个是2x 2x-2x-1 就是 减4 等于8 5-2x就等于12x就等于-6 然后在第二个 region我们也是这样计算 我们计算到 x 就突然可以双弱 然后计算到 5 减 1 不是,这个是 5 加 1 那就会有 6 等于 8 其实它乘以 0 个 x 但是没有意思,这一条数根本就不成立 在这个 region 没有解 在这个 region 没有解 我们也要表明这个 region 没有解 然后再看第三个 region 第三个 region 我们有 2 个 x 加 4 等于 8 所以 2 x 等于 4 x 等于 2 结果 turn out 我们就会有 2 个解 分别第一个就是 x 等于 6 第二个就是 x 等于 2 这就是一个 general 怎样可以解一个绝对直方程的一种方法 注意在解完之后 我们基本上也要验算一下 如果有解的话 这个 x 的条件 这个 x 的条件 这个 x 的条件 就是好像这样 我们要讨论 x 的条件 是否符合 x 小个 x 的条件 和 x 等于 2 是否符合 x 等于 1 的条件 我们下次再继续讨论 关于这个绝对直方程的一些其他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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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